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团展开在湖北武汉的访问行程 她赞扬内地的疫情防控措施 又呼吁港商投资更多在有关生命健康的产业上 由梁卓英在武汉报道 特首林郑月娥率领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泄荣行等官员在武汉访问 第一站参观由港支开办的武汉亚新总医院 去年武汉爆发疫情初期 医院曾经承诺优先收治在当地患病的港人 确保得到援助 她致辞的时候谈及到内地抗疫成果 通过你们的努力 50多万的内地回来的人士 一个感染都没有 是零 她说内地防疫经验 例如小区管理等体现制度优势 又提到过去过多个内地省市 香港是外来投资之冠 但是都有个共同现象 移不开还是地产 还是山厂 有些旅游设施 有些酒店 看到 投资 我们香港人投资是在生命健康 就让我非常感动 当然钱还是要赚的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投资 在做企业的同时 能为我们的国内的同胞 生命健康做一个贡献 林郑月娥又寄予香港 经过两年政治考验 回到一国两制正轨之后 香港可以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无线电视记者梁卓欣 在湖北武汉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